嗨,我准备和家里人一起去逛逛御园 今天呢,穿了一套阿颂,配色特别的漂亮 到御园了,有点渴 先去同寒春堂逛一下 里面好像有卖饮品 这家同寒春堂创始于清乾隆年间 是一家百年老四号药房 现在也与时俱进推出了养生茶饮 感觉比外面的奶茶要健康很多 我买了两份饮品 一个是这个,龟零级可乐 还有这个,XO精华熬夜水 里面有那个龟零糕 虽然两样东西听起来结合起来怪怪的 但还蛮好喝的 既享受了肥宅快乐的水 又觉得自己很养生 这是一个泡腾片 那个店小哥说可以加半片放进里面吃 放进去 这款饮品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细 所以被称为熬夜精华 酸酸的,橙汁的味道 我出门又涨溃养了 得多喝一点 打卡完同寒春堂的养生饮品 可千万别错过中庭的药香墙 传统扮演出中注入一丝现代科技感 无论是穿汉服还是时装都很适合拍照 同时在这网红楼梯下 还设有此次古风活动的一个打卡点 这次古风活动期间 同寒春堂还有扫码免费送教宿的活动 同寒春堂门口还挂 有各式各样的香囊可以自行挑选 制作专属香囊 我选了一个粉色的 和我的裙子比较搭 这边有十多种香料 可以任选一到三种香料 经过我长时间的文文秀秀后 我选择了柠檬草 茉莉花和桂花 这边建议大家选择细小一点的香料 比较好磨 从寒春堂出来 写队面就是特别气派的老庙黄金银楼 老庙东家摊位有一些茶具套装和餐具套装 感觉特别适合送长辈 但感觉盒子太大了 过来旅游带回家不是特别方便 电影小姐姐和我说 可以在东家APP上直接下单 同款好物直接送到家 特方便 复兴新群小程序整合了复兴集团各产业板块的优质权益 覆盖吃喝玩乐生活场景 享受各品牌丰富贴心的服务 如约会折扣VIP活动等 现在注册新选会员 还可以参与抽盲盒 纯电影的盲盒把最好的权益打包 等你来拿哦 又到午饭点了 本来准备吃南香馒头的 但排店人实在太多了 于是我们选择了去松鹤楼吃面 这面好细啊好滑 温柔超大一块蛮肥的 焖肉真的非常粗烂 肥瘦相间瘦肉还很有韧性 油脂感特别粗 面的鸡米我想了红汤 其实是很鲜的酱油中底 蛋汁大拍 谢谢 是 真的上海的那种 蜡辣比较多的炸大排味道一点都不一样 它外皮裹得特别酥脆 然后味道的话就是 我觉得料酒味特别浓 但我好想蘸一下那个辣酱油 很香 外面裹得接近 外面裹得脆皮接近于那种 淡卷的口感 是豆沙圆子 上面还撒了桂花 今天我都没有闻到过桂花的香味 圆子里面加了那个芝麻馅 苏州楼之前我去苏州的时候吃过 这也是一家中华人四号店 这家苏州楼是卖面食为主 面条腥到不容易糊 吃饭的时候配上店里饭的苏州平台 真的是趣的很 饭后在圆商城闲逛 我发现了一家特别有意思的店铺 这家创始于嘉庆年间的老字号店 从卖菜刀起家 现在卖的种类越来越多 居然还有平时只在古装剧里面见过的蟹八件 现在正是包邮区吃螃蟹的季节 大家最近有吃螃蟹吗 逛着逛着突然下起了大雨 干脆躲进了谢连的蒲奇罐 谢连的小破罐真的超还原漫画 蒲奇罐也是谢连的千张处哦 经过几个小时的游戏互动后 俺终于集齐了所有的章 入夜后的浴园商城影着灯光更加绚丽 校场路旁有着三十个集市摊位 集市上有个摊位是卖逼阵周边的 看到小电视是不是很有亲切感 是我每次吃上的南向馒头店 晚上过来吃的店门口哦 旁边的景色 偶遇我爸妈 点一个鲜肉小龙 还有一个熏鱼 今天晚上吃的呢也是一家上海土著推荐很多的一家中华百年老字号的店 南向馒头店 鲜肉小龙 做的都很精致 嗯 里面汁水特别多 倒出来还有一勺 哇 特别特别的鲜 里头的肉特别大块 像一个肉圆一样 特别的瓷式 上海的鲜鱼 上一次来上海吃过就念念不忘的点了一份 嗯 虽然是冷菜 但是外面还是特别的酥脆 上面那个酱汁裹的也特别多 回甜 我都把那个醋灌到这个汤包里面了 好 这一次的Vlog就结束啦 拜拜 拜拜